这个是为万事开太平 为往盛祭绝学 你告诉我是谁讲 我讲 好 那应该是孟子讲的嘛 对对 好不好 那你讲错了 跟着我们一下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太文绍绍了 今天我其实有不是文绍绍 就是认识会这个报导 其实是因为要去总统府 那我们总统很喜欢就是 因为都是学者嘛 在场都是学者 我不能够取一个比较正式的 好像报告的名称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其他可以做的 我的报告名称 比如说是什么 徐安思维 然后呢叫做他山公之职 他山之职工作 对还有叫做人无远律 必有经由 还有就是最贴切的 最简单的叫做 我们不怕万亿 不怕一万 不怕一万 然后呢 不怕一万 不怕一万 没错 这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充分的 表达我们这个报导 这个报告尽量的精神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妈妈监督和电厂 妈妈监督和电厂其实它有个前身 叫做妈妈监督媒体 妈妈监督媒体委员会 因为我们富二威乐基金会在过去15年 也就是报导开放有线电视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本来就有三家电视台去看 那突然之间啊怎么都十几家电视台 那报导这么多 然后屁股我进来 那特别是妈妈们其实是很焦虑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 看到这个全家做吃饭的时候看到 哎很奇怪不应该出现的电视节目内容 不管他是 有什么钢管女郎啊 出现坐在男生的大腿 男艺人的大腿上 然后测试那男艺人的心跳如何啦 或者是一些暴力的犯的新闻啊 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的亲主他是怎么样子的去 什么什么刑杀案仇杀案财杀案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承认是记者 我们知道这后面很多事情可以操作 然后而且我们也觉得应该新闻要有新闻自律 所以我们那时候所有妈妈们跳出来先成立 叫妈妈建议媒体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去新闻局抗议 我们去写信给媒体 希望要求媒体自律 然后要求 国家单位新闻局要给予媒体惩罚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会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其实你在选台的时候 就会可以知道你们大概会碰到什么事情 明明就是一件事 但是居然有的时候是好像是两个版本 同样的你们在看中国时报 联德报 自由时报 你们看到的会同样一件事情报道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除了可能就是林毅市昨天的报道 那个事情 大家要求太多人是唱歌 往往特别是有一些政治立场 慢慢看来都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就是告诉孩子 告诉很多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到媒体素养 什么叫媒体素养 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事实 你一定要多方去收集资料 甚至就是有时候明明我就不想看了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了解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比较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立场的多看一下 但是很其实这也是人性啊 我是今天因为要做研究 要做调查 要做监督的事情 所以我在看很多家的媒体 其实我也很懒 因为越看有的时候会越怎么样 心情不好 心浮气躁 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跟美丽亚说 因为这个 假说的跟以说的 怎么是擦得这么 天妈厉害 我要相信谁啊 那再加上人有一种 有一种 习性 就是这个不是习性啊 人有 这就是人的天性 叫做选择性的去吸收资讯 叫做选择 还有选择相信 就是你当我可以问一下那种妈妈们 当你怀孕的时候 你走完马路上 你都会觉得说 哇 怎么那么多人都在怀孕 会不会 然后有的时候就说 有的时候我眼睛不好的时候 然后撞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可能是一个很调逼 看起来很调逼的年轻人 一个小男孩 那下次你会碰到他 这个小男孩之后 你都会立刻闪边 你觉得这个男孩子 可能就是会让你 也会撞到你 这是选择性的相信 这加上呢 我们现在的资讯那么复杂 老实说没有人可以真的那么透彻 调言 我们都会选择 选择相信 那么一开始呢 选择吸收资讯 再选择相信 那过去我们 我必须说我们大概 妈妈监督 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吗 有没有讯息 我们是3月8号才正式成立的 那为什么要成立呢 其实是跟我们前面有一小小的故事 我们在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个前面是 蔡康宏先生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平常蔡康宏 有有有听说这个故事吗 我要不要再讲一遍 讲一遍 就是说蔡康宏先生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月 至少会接一 一次两次 我们认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你看康熙来了没有 看过没有 就是他喜东西洗绿色 他要说笑话 他要去求人 他开心 他其实脸都是一样 对 就是偶尔会带他一笑 那有一天我们吃饭 就十月十一月吃饭去年的时候 他进来的时候 他那个脸色 就好像是他家做了什么事 然后或者是真的是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了 他就非常非常沉重 所以我看到就很想关心他一下 我就问他说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分享的吗 是怎么怎么啦 然后他就想说 我今天下午跟刘丽儿小姐见面 然后吃饭 然后我们谈了一整个下午的关于台湾的 呃核电厂的事情 然后他觉得说 我们台湾真的非常非常危险 他刚才现场 当天的所有 比如好像我们还有活文 我们就立刻就要加入讨论 但是实际上说来 我没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我没有过去从来不吸收这方面的讯息 甚至我先生要跟我讲 我把耳朵关起来 为什么呢 我觉得核电厂好复杂呀 都是专业的嘛 然后那个其实我相 第二我也选择相信专家 更相信政府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 一定会帮我们找最好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不退的心态 就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政治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 呃国民党是在空间位置是什么 永和嘛 然后民进党呢 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那我不要去选边站啊 我也我觉得 我不想选蓝或选绿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蓝绿就可以 决定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讨论的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中间立场 而且当国家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应该跳拖着蓝绿 可是我过去不是这样想 我觉得哎呀 我不想去关心啦 我不想去选边站啦 我觉得政治的事情最好都跟妈妈无关 但我不关啦 我觉得我们就是只要爱我们的孩子 就够关心教育 我已经做够多了 就是我不想要去关心 后来但是我的朋友这样子的严肃 而且说你 你不关心也不行 因为基本上你就是活在你的移民之下 你不关心的人也是一样的时候 这个结果 你关心嘛 你还有多一点机会 所以我回家那天之后就立刻上网 那个有个叫伯克莱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说伯克莱 我就上网立刻订了他的三本书 还是四本 然后呢 这伯克莱有效率 他这个第二天就来了 然后第二天其实我没有很办法 没有办法真的很仔细的看吧 我是用快速阅读法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有点急迫性 很想了解快速了解 就发挥了我的记者的精神 跟记者的喜欢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 然后采访的时候 你看可以多资料 不可能马上 但是我还是很迅速的去查 但是最重要的 我发挥了我的美女出版 给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 一个重要的要求 就是什么 你要主动去查别的说法 所以我也看了台电 然后慢慢的看了园能会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不够 因为觉得怎么天差地 然后我就后来 有上网去看了一些国外的网站 然后当然是 呃看的有限 但是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接下来是一整个月的时间 我就每天晚上 其实很晚睡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因为我要带我的孩子 然后11点到上场 然后我刚才还会 就是我回来再一两年 所以我现在是两三年 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 哎 难道哦 这个真的很不好 就是到三四点来睡觉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月 前面那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帮忙 我非常大 就是吸收自信 因为我过去是封闭的 我过去不想了解的 可是他那个东西都是在外面的 他没有因为我不去了解而不存在 或者是我了解来创造出来 其实都在那 所以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震撼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有必要去除了自己闭门造区之外 我要去跟一下这个已经对这个问题 比较了解的一些团体去请教 那其实我刚刚再提醒大家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有很多叫做什么 反核团体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永恒团体 因为这不是永恒 你看他是反核团体 其实这叫做标签 所有的反核团体 他们原来都 怎么讲 有更关心的议题 叫做环境保护 叫做荒野组织 叫做人本教育 叫做主妇联盟 叫做绿色消费者行为 叫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这其实他们大家都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教育消费者 然后绿色生活绿能等等等等 只是因为大家都同时看到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共同采取一个行动 就是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和电床在台湾人士的危机何在 那所以但是常常媒体就可以给标签 这个反核 包括我一出来的时候 也不是故意的啦 他们的习惯 他就写反核妈妈 反核妈妈号召十万行的妈站出来 那当然呢 当我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当然绝对是很反核 而且事实上我也是很配合 但是我觉得是不公平 对很多民众不公平 怎么讲呢 就是就像回到我过去一样 其实我那时候选择不听不看的时候 那些反核团体其实已经存在了 而且他们已经 甚至有些已经努力耕耘了二三十年 但是为什么没有引起 我就将心比心嘛 我将心是将心比心 为什么没有办法引起像我这个自以为 很关心我们的社会 很爱我们的傻一代的人去注意这个议题嘛 因为他就是不一定要调节化 而且被政治化 就是说反核就是绿色的反核就是激进 反核就是不理性 就像现在总统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要建议一下 我们总统常常跟讲说 哎不可以反核 他们 他就说曾来零都只是监督而已 你为什么要反核 反核是不能说不理性 我觉得他有理由嘛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话还是要慢慢沟通就是我们是用监督核电厂 虽然我就说很多的妈妈们都是坚持反核 但也的妈妈们是只有反核四 为什么只有反核四呢 因为我觉得议题太复杂了 我现在要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 我就开始用我的power point 好 这就是